在医院的低温环境中 病人裸露在外打点滴的手部 常因温度较低 导致机器误判病人的血氧浓度 巴西有两位护理师 因为心疼隔离患者与病毒艰苦奋战 就自制一种爱的小手 来温暖病患的手部 就像有人握着他们的手般 给予力量 疫情期间遭到隔离的重症患者 孤独的与病毒奋斗 打着点滴的手 也因裸露在外而感到寒冷 巴西有暖心护理师 将橡胶手套注入温水 包裹病患的手 上面还写上祝福话语 希望能代替亲人 给予温暖的支持与鼓励 近期巴西感染人数面临新高峰 发明爱的小手的两名圣保罗周护理师 萨米和凡妮莎正在淋浴间里示范制作过程 先将两只手套的指尖处相互打结并注入温水 把入水孔打上死结 就完成了能抚慰病患的医疗小物 爱的小手不仅温暖病人的身心 还能改善病人手部温度过低 导致机器误判血氧浓度的问题 招片上传网络后受到网友们大力称赞 目前巴西感染中共病毒的单约死亡人数 已经超过6万 每日平均死亡人数位居世界首位 总死亡人数仅次于美国